花莲蜜香红茶产业近年来独占市场熬头 堪称蜜香红茶故乡的瑞瑟香 近年来也因为农工高龄化而且缺工的之下 产量没有办法达到市场需求 县政府的推广也解决农耕人口问题 近年度看瑞瑟香农会合作 计划陈珠百公顷农地 以机械化有机摘种方式来生产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目前受理陈珠已经达到7成左右 花蜜果香的香气温润的茶汤 这一杯蜜香红茶让瑞瑟香五鹤台地 原本没落的茶产业 除了起死回生 更波浮摇而直上历久不衰 市场上更独占凹头 瑞瑟香五鹤台地因此为名 更成为蜜香红茶的故乡 近几年来各农政单位也积极辅导农民 转型朝向产业特色庄园来发展 却也因为农工人力短缺 再加上高龄化的冲击而进度迟缓 县府农业处也为此着手拟定解决方案 我们农会跟县政府还有这个合作社 我们三方面的一个合作 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复耕的计划 能够来一方面增加我们的这个蜜香红茶的产量 那第二个部分能够希望能够塑造 我们五鹤台地一个茶园的一个地景地帽 县政府以及农会等农政单位以每公顷三万到三万五千元 不等的诱沃条件向农民承租农地 或化闲置土地来增加蜜香红茶在中面积 提高生产量的同时 这一次初步规划百公顷示范面积不仅是有机生产 也将全程以机械化栽种方式 朝向花莲科技农业的目标来发展 我们这次最主要的这个耕作方式 我们是希望能够朝这个机械化的管理的方式 比较先进的一个管理方式 可以由农会或合作社来种植 然后交由我们管理 当然如果说你茶农有这个需要 我们也可以用做好的茶干来折理租金的方式 那达到我们那个双赢 县政府与农会合作租地 推动机械化科技农业生产增加茶产量 营造五合台地蜜香红茶庄园地景地貌 而今年计划承租目标为百公顷左右 农会表示目前已经受理将近七成 有兴趣的农民也可尽速向农会洽询办理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